才一眨眼就来到100天了 当媒体和反对党一脸认真的为西蒙政府的施政打分数 巫统林茂区国会议员凯里以众人揭税我独醒的姿态说 国人只想在第14届大选中铲除国阵和巫统 不在意西蒙是否兑现执政百日的承诺 如果说多数人要国阵巫统下台是对的 如果说人民不在乎新政府是否兑现承诺是错的 无可否认许多人在选票上话差之前内心写照是讨厌国阵 教训国阵 多过喜爱西蒙竞选宣言人们甚至搞不清楚宣言写了些什么 难怪首相马哈迪也承认西蒙草拟宣言的时候 莫预料会赢的政权意思是西蒙举胜关键不是本身强大 而是敌人太弱 所以投选西蒙的选民未必喜欢西蒙议员或宣言 但可以肯定他们讨厌国阵 不过凯里的话只说了一半 他没有回答人们为何要铲除巫统 原因是贪腐 霸道 野蛮或众族主义 要承认这些缺点 对任何一位巫统领袖都是沉重的 西蒙了解观众需求 大家看得出来台里是恨铁不成钢 他还看不到巫统主席阿末扎西如何带领反对党去制衡执政党 他认为国阵不要老丁住西蒙宣言 等待敌人出囚 自己却什么也不做 人民暂时还看不到国阵是否已成立影子内阁 哪一位议员监督某个部门以及有无替代财政预算案 只是一直看到巫统巴西沙勒国会议员达祖丁和经纳巴档案国会议员帮莫达在国会的狂妄极端表现 就忘记其他巫统领袖的表现 不少反对党和酸民对西蒙无法在百天内履行所有承诺 呱呱叫个不停 他们还不知道西蒙未必是好政府 但西蒙十分了解观众需求 他们只需兑现及个百姓认为重要的承诺 例如稳定油价 废除消费税 改革国会 让收入未达4000领级的高等教育基金 借贷者暂缓长骸和废除黑名单 暂停击个烧钱计划 以及最重要的是起诉涉嫌贪污的那集 大家就会大拍手掌 其他承诺持一些财作也可以 现在的西蒙尚有弱者优势 做不到承诺也只需一句前朝政府的烂摊子 让我们很难实现承诺 就让人感觉情有可原 或许有人非议西蒙宣言说得太好听 却无法在短期内实现 正如女明星都需要整容素身来取悦观众 宣言是一定要好听又好看 不过实现却需要时间 所以有什么好吵 西蒙干脆承认自己把话说大了 好好交代一番 反正国振一直承诺唬弄大家60年 为何就不能多给西蒙一些时间